这一堂语文课我们要做的是 要认识一个人 要学会一首诗 懂得一个字 那么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帅哥 他是一个蔡老师 蔡老师 他是一个帅哥 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想赚钱 只想写诗的帅哥 他叫徐志摩 大多数的中国人 会背的第一首白话诗 就是再别康乔 康乔大家可能没听过 但是他的另一个名字 大家肯定知道 叫剑乔 徐志摩年轻的时候 在剑乔大学的国王学院 旁听过两年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每天他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康乔的校园里 目之所及是遍地的天才 有罗素 波马斯 哈黛 曼斯费尔 他们都是在全世界 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徐志摩的那个英文非常的好 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朋友圈 与他们一起探讨诗歌 音乐和艺术 潜伏他体内多年的艺术能量 就这样给唤醒了 学习志摩从此决定 他要成为一个什么 诗人 回国以后呢 他就写了一首 告别康乔的诗 他投给报纸了 结果呢 编辑又把它分行 把它当成散文给刊登了 所以徐志摩非常的生气 他找到报社的这个编辑 说你快点给我改 然后再次就刊出了 但这一回呢 这个报社给他登的这个诗又错了 徐志摩坚持自己的新诗 应该是十个字为一行 而这份报纸当时的栏目呢 一行呢 只能放七八个字 于是又改 然后这首诗被别人 一次又一次看 一次又一次看到 就火了 所以这新诗不同意散文的新格式 是中国的诗歌意象 被成功地嫁接在西方诗歌的形式之上 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和认识 汉字也终于能以自由的形式 呈现出他惊人的美 胡适先生说 徐志摩这一生就是三个英文字 爱 自由 和美 他爱美 他写的那个诗特别的美 我更是信奉美 所以我想和你们谈一谈 这个字是美 徐志摩刚才我说了 他是一个帅哥 他在剑桥大学 穿西服的三件套 知道三件套吗 皮带 皮带算一套 还有啥呢 领带 皮带领带 还有呢 皮 你这是你的三件套 穿西服的三件套 是有西装 衬衣 还有中间有个马甲 还有那个就是 这边弄个小三角 对 这个西装外面还可以拿手绢 放在这个兜里头 也可以带领带 也可以带领结 非常讲究 所以他穿上真的是风流提倡 哇 那回头率啊 叉叉叉叉 那是相当高了 谁不喜欢美的形象呢 谁不喜欢美的人呢 我呢 三十年前 我就开始唱歌了 我是最早把彩色的西装 带到舞台上的一个男歌手 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呢 认为不允许一个男人 穿什么红色的 黄色的 绿色的 花色的 都不可以 粉色的 粉色的 那够不可以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老师呢 在歌坛上呢 是最早把彩色的西装 带到舞台上 所以呢 赤城皇帝 青蓝子 我都穿过 老师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 一个歌手 这种勇敢就来自于 老师认为 艺术是美的 我想归根结底呢 美呢 是一种感受力 它是我们全人类 最纯真的追求 就让我们从 徐志摩的这首 非常著名的诗 《在别康桥》 开始我们今天的 同一堂课 现在开课 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首诗的名字是 《在别康桥》 《在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地 我走了 正如我 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燕影 在我的心头 大漾 软泥上的青杏 油油地在水底招摇 在干涸的柔波里 我甘心 做一条水草 那鱼音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揉碎在浮草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只长膏 向青草更清楚慢速 满载一船心灰 在仙魂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谢谢大家